男人憋久了,这三个地方就会变大,这些你都了解吗?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,心情舒畅才能得到快乐, 每天郁郁寡欢,总是有不痛快的事情, 得不到解决,内心的痛苦释放不出去, 势必会造成身心不健康,做事越来越不顺。 当男人憋久了以后,他的这几个地方就会变得越来越大, 这个时候的男人特别渴望得到女人的关心和理解。 第一,脾气变大,男人的心思有时也猜不透, 如果心里有委屈,长时间倒不出,那就很容易产生暴脾气, 所以女人们不要让你的男人憋派久,不然脾气就会变坏了。 第二,外出频率变大,憋久了的男人开始不爱回家, 在家里他找不到快乐,感觉像个牢笼, 会找各种借口在外面停留的时间长一些, 甚至找一些借口在外面不回来。 第三,需求变大,在婚姻中, 男人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,时间久了,憋久了, 就开始嫌弃自己的老婆了, 然后开始主动接近别的女人, 和别的女人聊天,目的很简单, 自己的精神在老婆那里无法寄托, 只好找别的女人了。 女人们不要让你们的男人憋得太久, 不然她会变坏哦。